在云南玉西抚仙湖自驾环湖一圈是种什么样的体验 这是全国最大的深水形淡水湖 这里被古人称之为琉璃晚情 当你真正开着车走在这条100公里长的环湖路上 你会忘记所有的烦恼 所有的难过都会被这蓝色的湖泊治愈 这就是我们一次又一次来到这里的原因 今天我们将要解锁另外一种游览抚仙湖更加完美的方式 先抓紧离合 然后踩一挡 慢慢加油 慢慢放离合 慢慢加油 试一下 大家好 我是七哥 我是二大龙 现在在给他练一练车 因为他驾驶证跟我是同一天考的 但是他还没骑过 以前只骑过电动车 让他练两圈 然后我们再到外面去 算了吧 今天还是我来骑吧 不行 我们现在是在玉西的釜仙湖 橙江市这边 这边的海 这边的湖特别漂亮 但是在这边这条环湖路 我感觉还是骑摩托车要更好玩 对 因为开汽车过去的话 有些地方它很难停车 很难停车拍照 摩托车就更方便了 停电停 对 我们就去之前没去打卡过的几个景点 都去拍一下 上车 我们先去红沙滩吧 看看那边有没有海鸥现在 可以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红沙滩 本来以为环湖路还可以骑车的 像之前这样的话就可以骑一圈 但现在它封起来了 只让百度车观光车走 我的小头盔 然后拿了个锁锁起来 车子不怕被偷 就怕人家把我头盔给拿了 我们去年三四月份从这里离开 然后到现在十个月左右 变化还挺大的 它们里面是有租的 这种自行车还有电动车 都可以租它们的骑 前面这一块就是浮仙湖的粉沙滩了 红沙滩粉沙滩 大家看一下这个颜色 现在海鸥已经有了 有一点点 现在这个湖水太蓝了 蓝到发黑了 颜色太深了 每个级别的颜色都要不要 对啊 这些沙子也是很软的 我也特别想玩 不要说小孩子了 大人也想玩的 浮仙湖对于我们来说 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 这里不仅是一个景点 是一片湖泊 这里还是一种生活 是我们每次疲惫时 可以休养七夕的港湾 这个季节海鸥已经来了 跟着海鸥一起来的 还有许多从外地到这里过冬的人 他们应该也很喜欢 这片琉璃般的湖泊吧 其实呢 与大理的额海相比 浮仙湖算是够低调了 就像很多网友说的那样 云南把丽江大理给了世界 却把浮仙湖藏起来留给自己 红沙滩打卡完毕 现在我们要开着我们的小摩托 继续开20公里去下一个点 就有个悬崖的那个地方 拍照特别特别好看 应该是在那个希尔顿酒店 还要往前一点点 有个摩托车 我们就任性多了 毕竟也就两三毛钱 一个公里省得很 继续出发 出发出发 再来 哎呀 现在是来到了樱花谷 但是这里面也没有樱花呀 还没开吧 没有樱花好吧 不是开没开的问题 在这里面可能就是坐坐他们的帆船 就是这一个目的吧 停的车还挺多的 我以为有很多很多樱花 我们要从此爱上情形了 以后我们就不是自驾博主 我们是魔旅 魔旅 太自由了 今天还是想聊聊我们这台小小的摩托车 它很便宜 速度也开不快 但是却给了我们一种新的旅行方式 这也是我们曾经梦想过的生活 骑着车 吹着湖边微凉的风 迎着阳光一路向前 终于知道为什么这么多人都喜欢骑行了 因为这种感觉真的很自由 更有一种不同于驾驶汽车的魔力 我想我们以后会骑着它去更多更远的地方 见识更广阔的世界 我们现在把车开到了这个网红SY 在那个半山往下看 大家看一下 这个像一个大篮球一样 真的不知道怎么形容这个颜色 这上面好多人开着波动就上来 看到没有 感觉找到组织了 这一次来到浮仙湖玩 跟上一次感觉完全不一样 更加自由了 然后我们再待两天吧 待两天我们就到革命圈了 拜拜